陳政院 左隆太院長 鄭麗君副院長 郭明信秘書長 還有紀念成政委 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 劉士芳部長 以及各部會首長 應變中心各位同仁 全國父老鄉親 大家早 凱米颱風是今年 第一個進入台灣的颱風 我非常感謝劉士芳部長 跟地方的首長 在第一時間都依法 迅速的開設應變指揮中心 而且都是以最嚴格的態度來面對這次的颱風 都是一起開設 第二個我要感謝卓院長 昨天特別到應變中心來 跟七個縣市長 跟代表 來做直接的視訊對話 我相信這個對地方的鼓勵應該有很大的作用 第三點是 我剛剛聽到各組的這個報告 可以清楚感受得到 也可以非常明顯的看得到大家的努力跟用心 不管是救災的人員 機器設備都已經到位 而且也不管是水利 電力 還有電信 包括交通 甚至於農產糧食都已經準備完畢 應該有的每一個防災的策略 我看起來也都已經有注意到 非常謝謝大家 感謝我們中央應變中心 每一個同仁 那也感謝地方應變中心參與的每一個同仁 我們希望能夠經由我們大家的共同努力 將這次的災害能夠降到最低 但是因為非常重要 雖然我剛剛看到 你們都已經有注意到 也已經有 有做準備 但是因為重要 我在這裡再次提醒幾點 第一點是因為0403的地震 會造成這個 更容易發生土石流 所以我希望我們應變中心能夠跟地方的應變中心共同合作 在全國 土石流的潛似地區 應該要 撤離的民眾 應該都要盡速撤離 避免因為0403地震之後 再加上龐大的雨量 造成土石流的發生 特別是在潛似地區裡面有慢性病 不管是洗腎 心臟病或是其他的慢性病 我們尤其要特別注意 第二個就是 因為我剛剛看到 在南部地區嘛 適逢這個漲潮 就是颱風雨量很大 這次是雨量是非常大 再加上漲潮 在這種狀況下 低蛙地區 也非常 我們也要非常關注 除了我們已經準備了抽水站 抽水機 然後人員要到集外 也應該要更嚴格的標準 預先撤離 預先撤離 那第三點是 剛剛院長剛剛也有已經提到了 就是因為雨量大 所以水庫的管理單位要特別小心 應該要預先 這個 這個 這個水庫 應該要放水就應該要放 就應該要預防性的 水庫的這個放水 應該要事先做 否則當然水 非常珍貴 所以我們 一年到頭常常經歷 旱災的這個情況 所以對水資源都很珍惜 所以在面臨這個情況的時候 也許我們會 會會 基於珍惜水資源的立場 態度會相對保守 但是現在的氣象組的氣象預測 應該都非常精準 所以我們剛剛我有看到 幾個水庫都已經有做 預防性的這個 放水 的這個動作 但是再檢討一下 有沒有其他的水庫 也需要 那否則的話 雨量加上 如果說洩洪之後 那個水量會非常大 會造成很大的傷害 另外一點就是 這個颱風發生的時候 雨量最大的時候剛好是今天晚上 一直到明天清晨這段時間 所以我希望 這個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放假應該有包括晚上 因為有時候 地方政府 下達的命令放假是白天 但是我們要cover到晚上 因為晚上也有上課 晚上也有上班 所以這一點 留意一下 有沒有政府 有一些地方政府有漏掉 那我也勉勵啦 我們各位 全國父老鄉親 在颱風期間 會必要不要出門 尤其不能夠到危險的地方 這樣的話 我相信我們整個防救災 會 更加的順利 當然我也希望我們全體不管中央或地方 參與 防救災工作的各位同仁 也能夠注意安全 有能夠注意安全 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 好謝謝大家 我們繼續努力 謝謝